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高血糖,顾名思义就指我们的体内糖分过高了,三高其中的一高。 另外分别两高是高血脂、高血压。 专家表示了,我们必须要重视高血糖,应该积极地做好预防。 避免糖尿病、并发症出现。 因为病这种疾病,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很严重的伤害。 日常生活中,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预防。 平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一些低糖的水果。 再搭配喝一些养生茶,对于我们的控制血糖有极为的好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对控制血糖, 预防糖尿病病方症的食疗好茶饮。 这道食疗茶饮,效果真的是立竿坚硬的。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苦瓜 苦瓜具有营养丰富的物质, 受伤大家的喜爱。 也是我们菜团上面经常吃的一道家常菜, 大家平时只会把它当作蔬菜来食用。 但是不知道苦瓜作用很多大。 苦瓜具有降低血糖, 促进食欲, 能养养的功效。 苦瓜中含有 类似预导素的物质多态。 食用苦瓜之后, 可以使血糖明显的降低。 患有糖尿病的人, 或者是血糖高的人, 都可以吃一些苦瓜。 苦瓜中的苦瓜袋和苦瓜味, 能够促进食欲, 健脾开胃。 所含的生物碱物质, 有利尿, 活血, 消炎, 退热, 浅干棉木的作用。 苦瓜能够使摄取脂肪和多糖减少, 最有很好的减肥消失的作用。 苦瓜子不需要去除, 苦瓜子有很好的降糖作用, 所以带着苦瓜子一起煮汤, 效果会更好大。 苦瓜子营养非常的丰富, 要让人比较高。 苦瓜子能够清热拜火, 对咽喉肿痛, 口腔溃疡, 眼睛红肿, 声音撒哑的人, 正在吃一些苦瓜子, 有很好的清热拜火, 对于热伤导致的口渴、口干。 多吃一些苦瓜子, 有很好的清热作用。 苦瓜子还能够辅助降低血糖, 因为苦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胰岛素, 降低血糖方面的功效, 真的是很明显的。 对于肠道寄生虫, 如果吃一些苦瓜子, 有很好的杀毒去中的作用。 我们一把牛棒根。 牛棒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材。 我们都知道, 牛棒根泡水喝, 好处很多的, 可你知道吗? 牛棒根是最适合高血压人群食用的。 中医认为, 牛棒具有降血压的功效, 高血压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人体内的 大含量过高, 牛棒中含有 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具有 吸附钠的作用, 并且能够随分辨排出体外。 牛棒根还能够 阻断肝荡的肠道, 胆固醇循环, 吸收胆质酸, 增加胆质液和胆固醇的排泄, 减少人体脂肪的吸入, 因此有减肥的效果。 牛棒根具有扩张血管, 由于牛棒根含有许多物质, 粘液质, 咖啡酸, 这些元素可以在扩张血管 和降低血压的方面 发挥良好的作用的。 牛棒根茶还可以降低血压的粘稠度, 提高血压板凝聚, 预防中风, 牛棒根的作用特别的多的。 这里需要注意, 牛棒根不需要太多了, 大约20克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把茯苓, 说起茯苓, 真是全身是饱, 不管是茯苓肉还是茯苓皮, 都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所以在中医上, 经常会通过茯苓去治疗各种疾病的。 而且茯苓不仅仅是局限于中药, 在养生方面, 美容方面比较普及的。 茯苓里面还有一些安全的营养成分, 如果是一些生活压力比较大, 功能压力比较大, 并且精神比较抑郁的, 可以用茯苓泡茶水喝, 能够达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茯苓能够促进生体性成代谢, 对于身体机能, 能够取得一定的平衡作用, 可以调节身体的滇解质平衡, 降低血糖。 对于高血糖的人来说, 茯苓就有一定的辅助教堂的作用, 一场生活中, 可以多用一些茯苓泡水喝, 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 对抗肿瘤。 再准备一把山楂, 山楂是我们一场生活中常用的一种食材, 因为它的用途很多大, 它不仅可以当作水果吃, 也可以当作一种中药。 山楂不光可以泡水喝, 还有人做菜的时候放一些山楂放到佐料的, 能够很好的去味增鲜。 经常食用山楂, 对我们顺略很有好处的, 山楂含有多糖, 蛋白质, 脂肪, 维胜素C, 胡萝卜素, 苹果酸, 钙和铁等物质, 具有降血压, 降血糖的作用, 还能够抗心率不齐的作用。 同时山楂具有健脾开胃, 消食化带, 活血化育的良药, 对于血淤, 必经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山楂对于子宫收缩有作用的, 在孕妇临产时有催生的作用, 能够催匀产后子宫恢复, 还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有防衰老, 抗癌的作用。 接下来帮助买好的所有食材倒入养生虎中, 加入烧热的清水, 中小火焖煮30分钟, 小火焖煮, 各种煮出食材的香味还有作用的。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销售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引领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前一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烧热好之后, 直接喝水就可以了, 里面食材不要吃了。 切热茶喝起来口感甘苦清香, 特别的好喝。 我们可以全天饮用的, 倒到茶来喝。 好尿病长期以来危害特别的大, 可以损伤身体的多个器官。 时间长了, 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危险到人们的生命。 所以平时我们要控制好血糖, 真的喝一些保养茶, 对我们控制血糖, 预防三高,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都有特别好的作用。 这道茶一定要温热的时候喝, 这样效果会更好的, 不要凉了喝, 凉了是没有效果的。 喝的时候也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盐, 食盐能够开好的浆火。 喝一点食盐水也是不错的,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手挡起来试一试哦。 好,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重的养生支持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